这些来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警告说 如果过早引入加强针 可能会在普通人群中引起更多的副作用 包括心肌炎或激兰巴雷综合症 研究人员说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就会给普通人群接受疫苗带来更多问题 这篇论文9月13号发表在《柳叶刀医学》杂志上 作者是FDA负责监管和批准疫苗的两位高级官员 格鲁伯和克劳斯 同时 世卫组织总干事坦德塞上周敦促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 在2021年底之前停止开发疫苗的加强针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江迪亚综合报道